上我们的藏真店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将从藏真店的珍品中 选出一件最具文化内涵的藏品 和一件最具收藏前例的藏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 华山顺剑 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欢迎来到华山顺剑 你好 我叫王苏霞 来自辽宁丹东 来自丹东的王大姐 带来这么大一件这个藏品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是一个大碗 清朝一个粉彩大碗 清朝的粉彩大碗 这个东西是我老公啊 15年以前在日本拍卖买的 回流的 回流的 最近我侄女要结婚呢 我们准备行事来行事去 想送侄女一件礼物 这可是一份大礼啊 是吗 这个寓意好 里面又有鱼 又有鸽 吉祥 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她 结婚贺礼 今天我们线上来的这一架呢 是想送给侄女的结婚贺礼 那装盒送她不就得了 我想来拿到现场 给专家介绍一下 看看这个东西 现在能值多少钱 送给我侄女 跌不跌份 请专家健保 您这个碗 太体 敦厚 这个 修竹呢 看看 也很厚实 里面呢 是金鱼 就是金鱼板糖的意思 外面呢 是墨彩 还有家金鱼 的炉焰图 大家知道 墨彩一画到池器里面 那么价位就又高了 这个应该是在 清中期的 外销池 因为这个花边啊 不是咱们传统的文式 这个呢 是装东西的 所以它胎子也比较厚 否则的话呢 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买得不错 我们给它的参考价是16万到18万块钱 太好了 谢谢 再来听听咱们店主这方面说 在市场上的价格到底如何 好吧 好的 来 这位女士您好 您好 那个诚如专家老师所说的 应该是一个清中晚期的 而且呢 这个碗呢 您送给您的侄女是吧 是的 结婚是非常好的 因为里面一个图案是 是这个金鱼板糖 外面这个炉焰图呢 有更深刻的含义 有一句诗叫 非眠素食处 巨步舍卢听 就是说让它出嫁了 不要再 也不要忘了娘家 是的 所以您这个碗 选择得非常好 至于这个市场价格呢 像在国安城 像在我们的店里头 品相这么好的 大概在15到20万左右 谢谢 这件的那个外销 它不像是普通的外销 普通的大量外销的话 它的价钱便宜 这个是应该在清中期时期 给国外 就是东亚国家 肯定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定做的 这个碗绝对不是实用 而是观赏的 所以我认为它的价钱 可能还要略高一些 应该在30万左右 都知道啊 咱们这个一般实用的碗 它这个里面 是没有花纹的 那它这个里面有花纹 是不是说明 它就是观赏性的呢 里边可以有花纹 上放汤 放水的这种容器 从高古时代 里边就有花纹 尤其是鱼纹 因为鱼在水里边 碗里边放上水 里边像有鱼一样 这个一定是实用的 像这么大小的碗 或者比它再稍大一点的 都是有它的功能性用途的 曾经作为 庙堂之器的祭祀器 我也可以证明 有这么大的碗 我亲眼见过 我们杭州有一道名菜 叫千道湖鱼头黄 它用的就是这么大的碗 有的甚至比这个还要大 就是这个东西大 大一定要大到有道理 能承受 这个道理能承受 盘板是放在桌上的 得有足够大的桌子 你弄两米大一个 胳膊都够不着了 这一定是一早的雁品 我可在外面看见 圆青花有一米二的 是什么个用途 您知道吗 洗澡用的 那都是雁品 听完他们的话 您该放心了 咱们这个鸡式真品呢 观赏性和实用性都很强 送给侄女 祝她生活美满 永远有好饭吃 好吗 谢谢主持人 恭喜您收藏成功 带着您的藏品 登上我们的藏针店 有请 谢谢专家 拿好了 还要保持完整 真不容易 树脂核桃能卖六十万 核桃表妹皆闻完黑幕 二十块钱一对了 六眼天珠遭遇九眼天珠叫板 奇葩富二代现场炫富 追美女 叫天珠配 我看行 鉴定中心巧设圈套 三百万藏品究竟价值几何 鉴定费就花了三万块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 你好 我叫刘云鹏 北京人 北京的刘大哥 带来的这是什么藏品呢 这是一对四棱核桃 四棱的 还配了一对 这个核桃呢 是当初我叔叔 他在潘家园卖核桃 专门卖核桃的 对对对 快收单了以后 有一个老头过来问他收不收核桃 完了他说收 结果老头手里没带着 在家呢 叔叔呢就留了一个电话 留了一个地址 赶巧了有一回他进山收核桃 正好路过老头留的那个地址 他就电话跟老头约好了 去家里看 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 对 结果看了一眼呢 看中了 完了跟老头聊得挺投缘 俩人砍价还价的 就收到了这么一堂核桃 我们知道四棱的核桃 在市场上非常的少见 而且这个是相当有年头 对 这个价钱反正不菲 不菲 那他多少年了 据说很长时间了 具体多少年我也不太清楚 请专家看一下 好 请健保 这东西是真的 因为近年来市场上 有那树脂做的核桃 树脂核桃 树脂做的 跟这个包姜颜色一样 但是树脂做的 跟这真核桃最大的差异 就是它手电一打 它半透明的 是不 大家都知道 木头不透光 西光不透光 但是树脂做的 有时候它透光 一打 这边能出亮 那就是树脂做的 所以我得看看 仔细看看 这是真的 盘完了久了 出一层包姜 玩来玩去 玩了百十来年 这一堆核桃不错 分量也可以 咱们选核桃的时候 最好选北核桃 就是长白山那一带 产的核桃 而且还有一个 买的时候 点一点分量要重 现在有的人呢 为了多生产 一加化肥 分量不重 那个也不好 也不会拿出 这个亮光来 所以选核桃呢 一时要大小 产地 它的分量 玩了玩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表演一遍 我本身会玩这个的 一种是五盘 我不喜欢 就是嘎啦嘎啦响 那种的 伤核桃 我就要闻盘 看看 不出声 不会掉地 两个手全都会盘 请专家老师 估价 我这人比较爱钱 一般不给出高价 到哪都不给出高价 据说 这对核桃 在如今市场上 能够卖到五六十万 但是我绝不出 这么高的价 为什么呀 五六十万 大概是一对 光绪赏平的价钱 这是八旗子弟 就是皇家子弟 或者说是那些文人嘛 这个它毕竟没有 皇上那等级高啊 所以这个 我不会出这么高价 但是一定会有人 出这个价 邓老师 我跟你说啊 敢出这么高价 人还真来了 有几位核桃店主 咱们听一下 他们出多少 好吗 来 反正一看这核桃 都是不是来自民间的 应该是在过去 那个打官贵人的网络 还有还是个四类 四类的核桃很难得 是应该市场面上是五十万 的确是五十万 对 这两年的行情来说 也多少下了一点点 四类核桃到这么大 市面上很少见 最起码我跟你说 没买出假的 就像我跟你说 到我店里去 哪里都是核桃 哎呦表面 我有五个老核桃 你给我看看 这东西值多少钱 都是说爷爷留下来 宫廷的东西 但东西的确是不对 树脂的 摩擦声音都咯吱咯吱的响 而且我跟他说是树脂 他还不带去信 他说就你家核桃 是真的 我们家的核桃都是复制的 就市面上卖的 二十块钱一对的 他说谁说的都四五十万 您一说人家 这个二三十块钱 我都有点心里 接受不了了 其实这核桃要是 再完美一点 就是说再珍惜一点 它核桃可能上百万 哪还能再完美一点呢 它的肩部有点瑕疵 就是说再珍惜一点 它核桃可能上百万 恭喜您收藏成功 带上它 登上我们的藏针店 那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登场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专家老师好 我叫肖肖 然后我是来自山东 山东的肖肖 带来什么样的藏品呢 我这个呢是六眼天珠 一听这俩字呢 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上 现在天珠太火了 对 价钱太好了 然后很多 假的也太多了 对对对 这个呢是我小时候 在我爸爸带我去西藏玩 然后呢 在一个就是藏民叔叔家里 做客 然后他就是身上挂了 好多那种 就是核子 对对对 但是呢 我就一眼看上他了 就是很有缘分嘛 然后我爸看我也很喜欢 然后那个藏民叔叔说 就是这个天珠 在他们西藏人的眼中 是非常神圣的 然后是有灵气 也需要看缘分的 那么一个东西 所以他又看我很小 很可爱 对小姑娘这么漂亮 这个博客 然后就是愿意给我嘛 然后因为我爸爸知道 他是一个六眼天珠 就不太好意思 然后就是花了一点钱嘛 那样子 然后我就 也不能白拿人家 这么好的东西 对对对 我们请专家老师来看看 在这天珠到底怎么样 好吧 请专家健保 您用的是什么工具呢 就是拿一个强光手电 看看材质问题 因为六眼天珠 主要是叶岩成分嘛 不太透光的 如果要是完全透光 就有点问题了 这个东西看上去 从穿孔上 从这个自然的老旧方面 从表面的使用的痕迹来讲 这应该是个老的东西 天珠实际上就是 所谓的九眼夜盐 这个石头 把它白画 再把它这个画上图案 画上图案再烧制 那么出现了各种盐 真正的所谓的天珠 我们称为至孙天珠 像这个就是个至孙天珠 这个至孙天珠的价格是高的 因为它确实是非常少 另外呢 你这个上面呢 还有朱砂 这算是不错的 天珠对天珠经常碰撞 时间长了以后 会出现那种小小的 这个像一个月牙一样的 或者是这种小圆的 这种呢 就是所谓的风化纹 东西对的 天珠都是当地的活佛 加持过的 给它那些信众 护身起伏用的 所以我们宁愿相信 它带在身上 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幸福感至少 是的 所以这个呢 在西藏的佩戴率很高 我也有 早年间这个 没有经济价值 就是在藏民家里的时候 你随手送他一点小物品 他随手送你一点小物品 它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跟县哈达的那个意思差不多 那么我们这个六眼天珠的 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不好意思 那我一直把它当做 我的护身符 所以我想这个 我就不顾价了吧 只想让老师看一下真假 没有问题 因为天珠啊 价格的起伏确实太大了 早期大概就是18000块钱 是最多的价格 到了内地以后 曾经高潮到过千万 你是这个心态来收藏 我觉得很不错 感谢专家老师给出的意见 的确咱们这样的收藏心态 但是呢 我们也说了 高的呢 到上千万 便宜的呢 几万块钱 都是真的前提价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大的差价呢 来问一下店主 我呢 个人也比较喜欢天珠 然后我也带了一串 然后这个小虎牙呢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颗天珠 那个时候呢 是我爸在20年前的时候 给我买的 当时花了600块钱 在2012年以前吧 然后一颗两眼天珠的价格 大概也就是在两三万左右 然后呢 四眼和六眼的价格 大概也就是七八万 十万左右 我记得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 跟我父母去西藏收天珠 当时呢 就看见一颗 然后品相特别好 然后文氏也特别特殊的 一颗两眼 当时要了四十多万 但是我们觉得有点贵 就没有买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 天珠价格就上涨了 我们再去的时候 这颗猪的就要八十多万了 就眼术越多 然后品相越好的话 它的价格就是会翻倍的晚上涨 最殊胜的呢 就是释迦摩尼头上的这一颗 是一颗九眼天珠 我也是2010年的时候 跟一颗天珠失之交臂 当时是一颗两眼 可能四五万块钱 就是成交价 我就能拿到 但是当时也是有那种心理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么贵 然后当时没下手 但是现在根本 现在根本追不上这个价格了 这是实际情况 那今天我们也很感谢你 带来这一枚六眼天珠 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 关于它的知识 也恭喜您收藏成功 带着它登上我们的藏真店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大家好 我叫梁子 来自河北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帝王绿翡翠的挂枪 帝王绿 对 什么样的翡翠能叫做帝王绿呢 帝王绿它就是指 就是翡翠中品色上最好的一种 整体就会给人特别安详又贵气 就特别大气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漂亮 那今天拿到《华山论剑》是要送给我吗 这个是我父亲五年前收藏的一个 然后是花了大概三十万左右 三十万能买到帝王绿 那还是相当划算了 那现在品质好的帝王绿啊 价格真的是遥不可及了 之前我们拍卖会呢 就拍出过几百万的高价 对 所以我就想给专家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翠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能涨个有十倍吧 如果真是帝王绿 涨十倍不足为奇 我们请专家健保 好吗 好 有请 我想问一下 你们台上这两位美女 心脏有没有检查过 我这心脏吧 在咱们《华山论剑》的舞台上 已经是经过了很多次的磨练 我承受得住 反正也不是我的 不是 我发现你们这心都比较黑 几十万买的要涨十倍 帝王绿呢 又成现在成为祖母绿 过去呢 为什么呢 是外国人讲的 主要是慈禧太后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外国人就说 这个是帝王喜欢的东西 帝王绿 现在的那个新说法呢 就成为祖母绿 为什么成了祖母绿呢 因为跟那个哥伦比亚的祖母绿的 那个宝石啊 颜色有的一比 这个翡翠呢 种水都比较好 我们讲呢 这个像这样的翡翠呢 它属于老坑 所谓的老坑呢 就是形成矿的时间久 不是开采的时间 第二个呢 雕的也确实不错 但是有黑点 如果是好的翡翠 是做界面的 取它那个完美无瑕 就做它那个首饰 一旦来雕刻了 就证明它有缺点 但是呢 它有一个好处呢 它戒掉了 过去啊 北京有一个卖翡翠的 叫铁宝亭 它有一个手镯 这个手镯呢 就是有那个黑点 一直卖不出去 后来杜月森把它买走了 找了个人工巧匠 把这个手镯给雕成那个麻花镯 把那个黑点全部戒掉了 送给宋美龄了 而且呢 这里面一个最大的遗憾在哪呢 它地比较薄 它等于是挖掉的 不是一个完整的啊 东西来说的话呢 是肥脆 挨货 而且呢 这个颜色也好 就是不匀 匀的里面插得有点黑点 现在这个价值 应该在60万到80万吧 所以老师 它这个 我觉得我这个 脆上的精雕工艺 也是不加分的是吗 我们差点没有捡你的分都不错了 凡是雕工的地方 都是掩盖瞎吃的 但是它这个雕来说的话呢 应该说 我觉得加分也加不了这么分 但是那个减分也不去减理分了 目前市场上啊 以雕工加分最著名的东西是造办处工 清工 造办处给帝王做的那种加工 是明显加分 其次呢 就是当代大事工 是加分 我是翡翠的发烧友 也是粉丝 我一看这个绿啊 低光绿啊 我心里都很有感受 我觉得艺术品呢 没有十全十美的 可以说瞎不掩益 非常好 那咱们再听听店主的说法好吗 好 好 来 大部分高翠 都有那个黑的半点 或者那个雾状的那种荧光 反正这个翡翠现在算个极品翡翠了 这些价钱应该在百万以上吧 刚才这款翡翠呢 确实也是颜色翠绿 鲜艳一滴 有那种水汪汪的感觉 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翡翠生意了 这个在您店里 您觉得最低要多少钱呢 专家说六十万到八十万 这个是非常好成交的 过百万呢 就是说喜欢它的人 我觉得也是能接受的 前景非常好 恭喜您收藏成功 带着他登上我们的藏真殿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主持人好 你好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 主持人好 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董子剑来自湖北 湖北的紫剑 你怎么空手就上来呢 这儿呢 这儿呢 带着呢 如果这宝 你的藏品也是天珠 对对对 我这个是九眼的 刚才我们节目里 来了一个六眼天珠 我这个可比他那个值钱 怎么得到的呢 因为李连杰和杨子他们都特别喜欢玩这个 我特别喜欢他们 然后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太幸福了 能收到这么棒的礼物 这样吧 我们 来来来 小姑娘 来 她有一个六眼的天珠 咱们一块比比 好吧 好 小伙儿 你有对象了吗 我啊 保密 来来 把两个天珠拿到一块 咱们比比啊 来 我们看看 刚刚专家老师已经评过了 你看上面有那个风化纹 还有朱砂点 虽然你这个比我多了三个眼 这个可不单单比你多三个眼 而且你看我这个个头 比你这个大好多 那大的比例是好的 完全就是你的老大哥 大的比例是好的 我现在理解了四个字 叫做欢喜冤家 人家都说这个男女搭配是吧 结果两人到一块就呛呛起来了 虽然她眼数上占优势了是吧 对 你这个头大一点 到底谁的更好 我们让专家长长眼好吗 好 来 带着这俩 让专家一块健保 来 请专家健保 如果这两位 她没有对象 她没有男朋友 我给起个名 这不是天仙派 叫天珠配 天珠园 华山论价改成华山论价了 我看行 如果你这比她那好 就跟她换换怎么样 那可不行 我那那么值钱 你们俩别打了 你这个的优势在哪 你这个优势 你别看你年轻 你这个天珠 包括你这个伴珠 都是老的 它有文化附加值 是活佛加持过的 人们宁愿相信 它非常能给人带来 很多好的东西 那个珠子 我感觉 跟它的岁数差不多大 这个不能叫假的 但是我们 管它叫新的 从伴珠 所有的这些材料 没有一个是老的 不会吧 都是很年轻的 邓老师 宁拆十座庙 不回一桩婚呢 这个不是咱们 着急的事 邓老师是个冷面专家 老师 麻烦您再仔细看一下 怎么会是 你这个天珠 和这个小美女的天珠 完全是两回事 那么这个小美女的天珠 她的做法是 刚才我讲了 就是首先是把这个 这个九眼夜盐呢 在这个药水里白化 然后在上面 再用药水 各种样的 藏药什么 画出来图案 再烧制 那么这个呢 这种天珠 称为形二 你这个九眼天珠的两头 灯光一照上去 它没有经过 这个化学加工 然后就是光是直接透的 你这个材质是马老的 马老就没有经过 这个白化的过程 就直接画上去了 你爸爸呢 看来对你这个儿子 是非常宝贝的 给你买了个九眼天珠 因为九眼天珠 据说是最名贵的 但是呢 很可能他不懂 也可能他买的时候 被别人骗了 这位帅哥 我想跟你说 如果你这颗天珠 是真的的话 然后这么大 然后颜色这么好的话 价格真的是在 八百万到一千万之间 那么贵 对 第一个我想告诉你 一个小窍门 就是说辨别天珠 它是不是马脑材质的 就是我们去西藏 收天珠的时候呢 就是会看到藏族人 把珠子往牙上敲两下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 辨别它材质的方法 我也试过 就是把珠子往牙上一敲 然后就感觉 它是那种硬硬的感觉 声音会比较清脆 如果它是仿制的 比如像塑料仿的 或者是树脂仿的 它往牙上敲的时候 就是那种感觉呢 也是会比马脑材质软一点 那颗六眼天珠的话 就可以看见 它有的眼就稍微大一点 有的稍微小一点 但这种的差距呢 就是比较微小 就是它是按料做的 就是比如这块 我可能就这个块 留的地方有点小了 我可能就把这个眼 稍微画小一点 但它的那个帅哥的 那个九眼呢 它那个纹是特别的整齐 感觉就是用卡齿量着做的 我看小伙子这个脸色 已经很难看了 然后我给你开点心 让你安慰我们一下 对对对 九眼天珠 那在无论在藏传佛教里面 还是在藏族人心目中 都是无比殊胜的 所以真的你要拿到一个 九眼天珠 非常非常难得的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说咱们闻完 把握一个正常的心态 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你才去购买什么 然后去闻完 就是把玩什么东西 这样才是最适合你的 说句实话 不要只跟着市场走 选自己喜欢的 对对对 说句实话 你那几个都是新的 我刚才仔细看过 然后实际上珊瑚 那个珊瑚 几颗珊瑚 还是带团售的 配件比主件还要好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希望下次拿着真的千珠 再来华山论件 再见 好 再见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主持人好 你好 熟人 之前来过华山论件 戴的是一幅画 而且是真迹 对 专家们好 各位店主好 我是来自山东微海 宝宇的杨瑶 杨瑶 自身藏友 今天怎么 从书画一下跨到玉石了呢 我们古玩行里 这个特别怕串行 串行风险很大 是这样 上一次是我父亲的 这一次是家里老人的 家里老人的 对 老人 收藏之家 对 喜欢这个东西 当时是老人 就是前几年去旅游 然后在一家店里看到 他这个东西呢 叫蓬莱木哥 是个摆件 因为是我们山东的嘛 就是老人就非常喜欢 但是当时店主呢 就报价有点高 多少钱呢 200多万 200多万 旅游的时候买 老人家就不敢买呀 回家了以后 老是念念不忘 但是带着家里人一块去了 大家一块长长眼 大家一块去了 去了以后 一看他还是特别喜欢 然后当时就买 全家人都说好 都觉得挺好 当时就买了 到底怎么样呢 咱赶紧让专家介绍答案 好吗 请专家健保 这是一个籽料 这么大的籽 而且是和田的籽料 但是呢 我们这个和田里有一种 一点皮都没有 叫做光白籽 实际上就基本上 都是杨脂玉这样的材质 要么就有一种 非常淡淡的 叫撒金黄庆 又叫桂花皮 那个来说呢 这种青色的皮呢 就是那个玉脂呢 比较致密 这个呢 青色太厚 在古安行里 叫做杨庆 这个就是在外面 分随日晒 出现的青色 但是它为什么 会出现青色呢 就是凡是玉脂 比较软的地方 它会出现青色 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 这个皮很厚 不见得是好事 另外呢 我们再往里面一看呢 它是一个黑白的 有黑玉有白玉 这是个青花料 我们看看这个表面上 这个松树这个地方呢 出现了一些黄 这个来说的话呢 也是皮 是皮 把它剥掉以后 留在它的这个皮下面 那个淡淡的黄 从那个雕工上来讲呢 它倒是个巧色雕 把这个黑的那个青花呢 它留着就变成了远山 那么进来 你们这个所谓的 这个芬莱阁呢 就是个白玉 那么进处的松树 那么这个就是 颜色有点偏黄 但不是黄玉 不是黄玉 应该说雕的还行 但是这些东西 这个字啊 这方面雕的稍微差了一点 有时候简单的东西啊 相反来说 它并不影响它的价值 有时候反而繁复的东西 反而会减它的分 为什么 这个字 雕的一不好以后啊 它对它整个的这个 这个艺术价值就降低了 东西来说的话呢 是何天悦 一块纸料 刚才跟你讲了 纸料来说的话 它这个形成这样的皮子呢 并不是十分太棒的 这个玉呢 也是就是黑了白了 在里面 如果是说 你把这个材料当时不雕 可能你这个价值更高一点 我只能讲你买的不亏 大概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在200万左右吧 关于它的市场价格 听听店主的 好吗 来 我感觉这个市场价值 我感觉专家给的很准确 很到位 200万 没有买亏也没有买赚 恭喜您 请带着您的藏品登上 藏真店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李洋明 来自北京 今天我带来一幅画 然后是齐白石的琵琶图 齐白石名头很大 齐白石老先生画这个果树 海鲜 尤其是这个画虾 特别的好 但是他画的琵琶 是不是在他的藏品里 要差一点呢 我个人感觉是 因为他画海鲜 就是特别在行 所以说 应该每个人都特别崇拜他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他说 你给我画一个虾 你给我画一个虾 可能就是有太多人 有这种要求 他不一定能应付得过来 像这种东西可能少 然后他认真画一下 还算可以吧 咱花了多少钱收的呢 我爷爷20多年以前 他的一个老战友 移民之前临走的时候 送给他的 然后作为一种纪念 我们家也没有人太懂 这个书画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带来节目组 让专家帮我看一下 然后看看真假 之后再评估一下价格 齐白石老先生画的琵琶图 到底是不是真的 市场价值又是多少呢 请专家健保 好吗 好 有请 徐白石这个名字 非同一般 他是生活在北京的大名家 鉴定他的 是有特殊性的 所以我给他总结一种 总结出了他作品的 真跟伟的一些特点 首先要看他的用笔用墨 这是第一点 第二 看他的结构 来龙去脉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怎么画 这个过程很重要 齐白石的笔墨 跟其他名家的 还有些不一样 他感觉上特别豪饭 就是力大四成 墨运特别好 那么纸跟墨这种感觉 是融为一体 特别沉浸入纸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看了这幅画 这个笔墨 基本上达到这样的标准了 非常沉厚 有些地方水墨淋漓 沉着痛快 那么第二部分 我就看他整个作画的过程 先把这个枇杷树的枝干 大的先画出来 画好以后呢 再画这个叶子铺上去 一片一片地画上去 个别地方穿插一些小枝 小枝画好以后呢 就是画这个枇杷果 这个要高难度的 如果这个画不好的话 我看就不会真 那么看这个枇杷果 怎么画黄颜色的 一点一点点 关键要点出这个透视关系 前面的 侧面的 这种关系要画出来 那这里基本都画到了 还有一些要留住空白的 什么把这个镜穿进去 把一个颗果子穿在这个里面 或者要感觉出这个意思 再加上点上这个地 对吧 那整个感觉 这个果子能够团得住 好像是长在一根镜上面的 对吧 如果是假的 我感觉它肯定就散掉了 那这一点看 整个是团住了 所以这件作品呢 从官方从笔墨跟结构 用笔上看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感觉 非常颤达 就是笔笔相生 一定不会假 再看这个提款的地方 一气呵成 一点都不犹豫 就把这个提款 神王弃足地给写好了 所以这件作品 争绩无疑 谢谢 谢谢 齐班师老先生 声明的话都特别多 我们在北京做生意呢 就经常能碰见 然后借这个机会 想问一下黄老师 这件琵琶图 它最精 然后它最真的 那个点是在哪 他这个问题 说得很有典型性 每一幅画 实际上都有个画面 最真的地方 肯定有一处 比如说这幅画 大家可以仔细看 左边的这一行字 既平常善老人年七十后字 仔细看这个过程 它的末色是从浓到淡 笔试是从重到轻 它有个渐变过程 整个笔是翻来覆去的 这个好比 刚刚把一条小鱼 拉住水面的时候 有那种鱼的活奔乱跳 那种感觉 我感觉是 非常那种鲜活灿达 所以这样的字一看 就是一口气 所以可以讲是一锤定音 争绩无一 我给这件作品的估价是 150万 谢谢 谢谢专家 那关于市场方面呢 我们再来听听店主的意见 来 齐白石德这张画 两个平尺 按市场流通价的话 在140万 再到160万之间 都认为在100多万的 一幅真迹 也恭喜您收藏成功 带着它登上我们的藏真店 恭喜 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跟我们来进行联系 关注最近的海选鉴定信息 《华山论剑》等着您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 你好 大家好 我姓王 我叫王兰 来自上海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黑柚花瓶 非常典型的磁周瑶的造型 那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这个一直是放在我们家里的 前两天我们朋友聚会 有一个搞古玩的朋友 他说 我家这个花瓶挺值钱 夸了半天 后来他就建议我们到那个 鉴定中心去做一个鉴定 他就带我们到一个鉴定中心 做了鉴定 那个鉴定师说 这个花瓶值三百万 三百万 瓷周瑶的真品了 说是 他说是来自宋代的 宋代瓷周瑶是非常的昌盛 今天我们来到那个《华山论剑》 主要就是请专家来估个价 看看他到底值多少钱 他说三百万 为什么不卖给他呢 没有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想确认一下 咱也多方求证 如果专家老是说 他值得更多的话 我们就更开心了 是吧 心里有个数 对 来 请专家建宝 这位吃宝人 您这样做还是很稳重的 这个鉴定中心 给你的估价是三百万 是吧 那么三百万呢 它一定要有个依据 这个证据足不足 要足的话 那它就是估得对的 要是证据不足呢 就说明还有一定问题 大家田田真是九座组织人呢 已经成半个专家了 上来一看 持肉摇的 有学问 主要是啊 我前两天去这个故宫博物馆 就看见一件藏品 跟这个特别像 这个全称呢 应该叫做 当阳玉瑶 黑幼替花花 小口瓶 中间这个文室里头啊 叫做方块文的回文 这是唯一的当阳玉的一个标志 它的精品呢 就是黑幼的替花花 当阳玉瑶完整器非常少 当年的档次就比较高 生产的数量也比较少 那么大家殉葬呢 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给故宫的人一个纪念 那么传饰品的话呢 它就很难保留了 所以呢 在持周摇的器里面的 当阳玉瑶 这种完整器是极少的 大概在日本只有这么一支 要是对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 我作为一个收藏者来说 二百万买得舒服 三百万我可以考虑 有这个市价 但是主持人也最怕 我说淡是二字嘛 对啊 这个一转轴 我们这个心情 就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对 咱们看看 这种东西是有的 这是当阳玉里头 一个精品名品 这个古代的时尚 我们今天就叫古朴 这里面叫俊秀 应该融到古朴里面 但是呢 现代的人时过境迁 他找不到那个古朴劲儿 所以做的呢 是华丽有余 而古朴如 这是第一点 另外呢 有这个珍品 它的刻花呢 要比这个灵洞 更那个松散一些 这个是拘谨的 另外一点的 最大的破绽 就是这个胎太硬了 这个胎图也是从本地 那个地方取的 大清图 灰褐色 但是由于温度太高 烧街温度太高 所以根据C3的来讲 这是现在一个不错的房品 我可以讲 如果把它做了旧了以后 可以杀到一大片 这是一个不错的房品 您今天来的是对了 您知道它下一步 该怎么忽悠您呢 300万 可以给你排卖 但是要交5%的这个手续费 那么就15万 您先花没了 完了告诉您 有买家想买 但是必定有鉴定证书 鉴定的机构 要我们指定 您再花3万块钱 我跟你讲 上海就有好多这样的 鉴定中心和排卖公司 专门忽悠你们这些 中年妇女杀你们的 您来的太对了 我跟你讲 否则的话我告诉您 您要吃了一个大亏 少说20万没了 好 谢谢 他们把咱们这个 真的说成是假的 他们蒙咱们 他们把咱们这个 假的说成真的 也是为了要骗咱们呢 对 前几天在海选里头 就有这个情况 一个开门假的一个 名家境的鱼藻文的罐 说是对 鉴定费就花了3万块钱 3万块钱 那是一言假 您这个花鉴定费了吗 花了 多少钱呢 也很多 很多 我见过最多的30万 在这儿特别要跟电视机前的 各位藏友说一句 我们市场上的鉴定费 通常是50元到500元不等 如果它给您出了 特别不合理的鉴定费 您可真要小心了 我这插一句 我83年探查咬指的时候 去过大阳玉咬 后来的那个咬指 完全是重新修建的 它的仿骨词稍早非常早 包括仿脚胎脚右 那个时候 80年代初都仿成了 邓老师提醒的好 请广大藏友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高档品 所以就仿制的很多 是吧 这个的元件可能在日本 只有一只 我们不可能得到的 咱们这个玩古玩呢 就像游此岸游到彼岸一样 能游过去的人不多 喝了水的 能带上扑通几下的 飘得上的就算高手 好的 感谢专家老师 那我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对 但是真的没关系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在我们的古玩市场 真的不显见 我们现场很多店主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们问问他们当时怎么回事 您的这件藏品呢 应该是河南安阳地区做的 因为我在前几年 曾经买过两个煤瓶 大概得花了7000块钱 您这种呢 应该是1500块钱左右吧 1500到1600块钱 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来过 好几位藏友 都是去上海的这个鉴定机构 被骗走了两三万元 这样的一笔钱 好 那以后咱们再有藏品需要鉴定 您也甭去别处了 就拿来华山论剑 好吧 好 我们保证给您看个明白 好吧 好 感谢您的参与 也祝您以后的收藏之路 能越走越成功 越走越幸福 好吗 谢谢 感谢您参与 收藏江湖凶险 请多多关注华山论剑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一位很有明星范的藏友 来 您怎么称呼呢 我是来自河北汤山草菲店的张建龙 张先生带来什么样的藏品呢 我今天带来一件呢 就是晚清如意馆 宫廷画师的一种测验 是谁画的呢 他这个作者呢 就我祖上 他姓张 叫张灿 自东村一字起名 后我是第五代 这个张灿先生呢 是一个济人出身 官职不大 最出名的协商呢 就是爱心接罗宰田 受他的启蒙教育 但是呢 初一爱心接罗宰田 四岁登基以后 他就不再从事交代 宰田的光细地了 因为他没有那个字 他只是一个济人 这是鸾州县制 和家谱记载着 到晚年以后 他到如意馆 做了一个宫廷画师 这个家传的藏品对吗 不是 还不是啊 那怎么回事呢 这张藏品呢 是我从拍卖公司 排回来的 大家都知道 汤山呢 就是经过了 七六年的大地震 和四九年的洪水 所以我们家的 这种藏品呢 保存都不多了 这么几年呢 我一直在 千古各地地跑 是收藏它的东西 福建 山东 上海 四川 包括台湾 有的话 我也生活里收 万水千山 跑遍了 不容易 收了多少幅了 这个算 十二册 算一幅的话 有个二三十幅了吧 作为他的后人吧 我想呢 就是说 把他的文化底 现在给孩子们 做一个传承 我们的当地呢 现在已经启动 叫修建这个 帝师的张餐姑鸡 我想呢 把它收齐了以后 我整理出厕以后 我把我的东西呢 无常地将给我们顾鸡 不过 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那今天拿到节目当中来呢 也就请专家 各们共同品鉴 您带来的这幅 张灿的作品 好吗 好的 好 请专家 建宝 在座的专家中 坐在我身边的杨老师 是最年长 杨老师跟我父亲的年龄 差不多 在收藏上 杨老师过的桥 比我走的路还多 那么杨老师听了 刚才这位职宝人说的 他这种收藏举动 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也是一个收藏的 一个项目 一个可称赞的 一个收藏方法 把你这个祖宗的 这个在文化上的贡献 把它集中到一起 继续弘扬 发挥出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做法 是一个善举 我的体会是什么呢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 传统美德 讲孝道 众亲情 所以我想能把这种传统美德 跟我们的收藏 跟我们的审美举动 结合起来的话 我认为是一箭酸雕 真的是值得褒奖 我现在看的这幅画 刚才也说了 这个都对的 作者叫张启明 又叫张畅 他是晚清时候的举人 曾经也在宫廷里面 做过画 那么我先看一下 这个画真还是假 从画工上看呢 他画得很细致 整个气息上非常古雅 属于很古典的这种风格 所有画的都是 花鸟 石头 所有用笔 用线 都体现了一种古典的一种风格 跟这个宫廷画 基本上我觉得 可以说比较接近 但是呢 我这里还发现一个问题 它稍微画的就是 还是有一些些小血液的成分在里面 从这个题款上看呢 每张画的题款都很细致 气息上也是非常吻合 跟这个 气息上跟这个晚清时期的这些 宫廷画或者跟文人画的这种书法 也是比较接近的 那整体上还有一个问题 它每一幅画 风格上非常协调 非常统一 非常接近 那么这个也是造假者很难造的 比如说像这样12开 造假者可能可以做一开 做的相对比较像 如果当时要把这个12开 通通做相 做的风格 气息 非常统一的话 那就非常难 所以我整个看下来 笔墨 造型 提款 硬件 包括整个品项 包括前面的提签 非常地道 所以 这是一件 张启明的真迹 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从艺术风格跟质量上 我感觉 有些像兼职宫廷画家 这样的身份 可能相对更客观一点 这个我也补一句 你可以去故宫看一下 宫廷专职画家 没有画墨谷的 全部是双钩 双钩填色 它作为主题 在一个字写款的时候 一律写管阁 没有写这种大型书的 没有这种 而且全是小字款 你不能把字写得 豁大豁大 那皇上看了 会非常不高兴 把自己名字写那么大 那是不对的 没有这样的 宫廷画家 赎款的习惯 都是管隔体小字 非常小 不管画多大 最大的字 我比划一下 没有超过这么大 所有你建成大字的 都不对 邓老师说 这个宫廷画作品 现在呢 工工博物院 这一张 就是有出版的 是齐兆林 张凯 张启明 四人合作的 确实是 这四个人 陈 这么小 小字 写得特别小 那是一点没问题的 但是呢 那是确实给宫廷画的 这宫廷画的 这可能是给别人画的 没有按照宫廷那个画法去画的 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入宫前画的 一种是出宫后画的 他在宫里的时候 不准给别人画 所以所有的画稿是皇上审定完了以后 回去再双钩填色 一丝不敢错 因为皇上审了 准了 你就照着这样画 所以他这个只可能是进宫之前 或者是出宫之后的作品 而且特别不像是离开宫以后的作品 应该是入宫之前的作品 因为当过宫廷画家的话 这个他一定会留下浓重的影响 你比如说写灌了管阁以后 他写的这个 这个字不会是这个样子 绝不会是这样子 是 所以我要送给这位常友一句话 前面一句话是 月事故湘明 我送出的是画上主战的好 谢谢黄老师 像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艺术质量 我给他一个客观保守的估价 我认为应该是8万元左右 的确自己祖先的画 对您来说 肯定有份别样的感情在里面 那您以后在收购 这个祖先的画的过程当中 怎么讨价还价 能买得更便宜呢 因为他的名头比较偏 所以说就是对他 有购买欲的人不会那么多 所以说你如果是 自己地方相嫌的东西 你就尽量多摸摸 肯定是会价钱会便宜的 千万别打张旗鼓 悄悄地买 我在这个湖南 月禄书院研究生院 他发出过一个告示 就是大量收购 自古以来跟月禄书院 有关的文物 考卷也好是各种都有 那不是挺好的吗 很多就不用找了 问题就是 等我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收的那些试卷 包括是罗典 他们过去一个山长 他的那个字都是假的 人家就专门为你收这个作假 非常快就做出来 你只要有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马上有人做这个假 您说的我们这个心里太害怕了 因为我们现在享受祖先的东西 又特别不好找 天南海北的跑 我还说给人家招呼一嗓子 让藏友们都拿过来 省得人家跑了呢 我三天之内就可以做出假来 就到那个天津那儿 随便找一些人 三天之内给你画五十张 这样吧 我给您出一个主意 咱们还是要跟藏友发这个征集令 凡是有您组上张灿先生的作品 都可以拿给我们这位先生来 他愿意收购 但是您在付钱之前 拿到华山论件来 让专家老师看过没有问题 再给估个件之后 您再掏钱 成吗 行 那这儿的 今天我有一个请求 就柜胎这个节目 如果谁想出手的话 就是希望都是和柜节目联系一下 然后让黄老师能够把下关 电视机先的您 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跟我们联系 也感谢您的参与 恭喜您收藏成功 带着您的藏品登上藏真店 让我们掌声有请 本场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我叫郑如希 我来自山东 如希 对 来自山东 这个是我家里 一直有的一个物件 这是应该是一个玉牌 但具体来历 我爸爸妈妈 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对 然后我其实挺 对这种文化挺感兴趣的 然后问了一些人 他们跟我说 这是和天白玉 我们看看这个玉的细节 我们发现它画的是一个人物 而且底下有祥云 是在飞升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家里的一件藏品 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请专家健保 独下也时髦 竟是卷发西腰男性面孔 倒是令气吐燥了 搬搏鼓玉是依照艳品 还是传世奇珍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我们请专家健保 实际上正面 它是一个飞天 而且玉是新疆和天白玉 它这个面孔 有点男性面孔的样子 是男的呀 男性面孔的样子 它是一件辽代的玉飞天 辽代的玉雕风格 更多地继承了唐 而宋代倒是令气吐燥了 所以这件东西 它那个头发上面 有一种卷法 我们知道 这个菩萨 包括佛像 最早的佛像 就是唐朝的佛像 全都是卷法 到了宋朝以后 是罗定式 而且我们在看它的时候 这个辽代和唐代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云比较大 但是宋代飞天 这个云就小一点 所以这件东西不错 而且这上面那个青 你家里没有把它搞掉 还是很好的 这个青是一种 叫铁锈青 就是土里面 那个铁锈 和它相邻近了以后 铁烂了 那么这个 进到这个玉的青色里面了 东西反而给它 增加一些沧桑感 而且它这个造型呢 尽管这个脸不大好看 这个是一个男性面孔了 但是整个身子 还是比较优雅的 东西很值得收藏 这个飞天这个东西啊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科学考古出土的 非常少 唐朝的那个飞天 全都是故宫旧藏 就清宫旧藏 它的价值呢 应该给它一个 八万到十二万的价格 那在市场上 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咱们问问店主团 好吧 中古玉现在在国内的收藏 其实量还很少 在五年 十年以后 像这块的中古玉的话 它应该要升值到 二十三十万 恭喜您收藏成功 带着它登上我们的 唐真店 到现在为止呢 本场的实践藏品 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掌声送给唐真店的朋友们 恭喜你们收藏成功 接下来就要揭晓 本场的最具文化内涵 和最具收藏潜力 两项大奖的结果了 请专家团的老师 为我们揭晓答案 本期两项大奖 究竟花落谁家 不要走开 媒体马上揭晓 经专家团合一 最具生殖潜力的产品 是齐白石的琵琶图 最具文化内涵的产品 是六眼天珠 恭喜你 掌声祝贺两位获奖的藏友 那本期节目到这儿 就要圆满结束了 感谢电视机前 您的守候与支持 感谢潘家园 宫美大厦 完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继续相约 华山论剑 下周日晚的9点20 我是田田 在华山论剑等您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